再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如果我今天希望 變出按鈕出來 其實按鈕有沒有特別注意喔 按鈕的話當然 其實它本身背後是VBA啦 可是如果說今天你要寫VBA 對各位來說其實還蠻困難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假設希望能夠漸進的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什麼 其實你只需要把它用錄製去錄下來 錄製下來之後再把它變成 聚集裡面的按鈕 它就按下它 就可以執行你錄製的動作了 OK 那怎麼做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第一個啊如果我今天需要兩個按鈕就好 第一個按鈕按下它清除 這個按下它的話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再全部幫我輸出 有沒有其實就兩個很簡單的按鈕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那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把這個做完的結果復原一下 我把它恢復 那其實這兩個按鈕啊 其實它程式都寫在哪裡 從這邊點下去喔 這邊也可以看到這兩個 或者你按一下編輯 它會跳什麼呢 跳到VB裡面 就在這裡 一般習慣會把那個VB 把它浮動在 在我們的畫面上面 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也就是這邊有兩個SUB 字有點太小了嘛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改成12號字 差不多至少 工具選項 記得這個撰寫風格這邊可以調整 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那基本上你會看到喔 以後呢如果說你要做兩個按鈕 其實它對應關係就這樣 SUB 對應到這個 這個 對應到這個 所以如果以後啊如果你有很多個 按鈕的話 那你就寫很多個SUB就可以了 然後呢SUB一定會有個ENDERSUB 有沒有 頭 尾巴在哪裡 在這裡 中間有它的層次 有個頭 有個尾 有沒有 結構就很清楚吧 那另外的話 我們 這個SUB到底寫在哪裡 基本上 一律呢 就把它寫在 我們的模組裡面 也就是這一邊的東西 通通是放在 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的模組喔 OK大概結構是這樣喔 我再說一下 那至於怎麼做喔 我們 接下來一步一步來跟各位做說明 首先的話呢 這個地方 這個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重來一遍 這個待會沒有 OK 然後裡面的Visual Bad這個也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把它 移除掉 所以 你們基本上如果待會點Visual Bad 你們應該也是空的 沒有東西 那我要怎麼樣 產生我剛剛那些東西 其實你 暫時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只需要會錄製就可以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錄製之前喔 有點像是 你按下那個 什麼 攝影的那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不能NG了喔 所以我建議喔 你要做動作之前 先彩排一下 OK 不然的話你多錄一些 多餘的動作喔 他也會 幫你把那個多餘的動作 轉換成程式 所以會變成 奇怪怎麼跳很多 不應該跳的東西出來 所以喔 那怎麼彩排 首先第一個喔 因為我把上面兩列刪掉 所以我這邊應該是 一二儲存格 OK 首先 大概有幾個步驟喔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 就是 這個資料 公式輸出的話 那其實喔 不需要先把這邊的資料先刪除 保留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錄製剛剛的第一個按鈕串切 串切 大概就三個步驟 一 游標放在一二儲存格 特別重要你游標一定要從外面進來 你不能直接放這裡 不行喔 你要放外面 任何一個都可以 一游標放一二 二的話呢 在上面 點一下打勾 三的話呢 直接在這個空點 快點兩下 向下填滿好這樣OK了 三個動作 一 二打勾 三 點兩下 好那 記得這個是串接 那清除的話怎麼清除 一游標放這邊 清的話就清到下面 當然我不建議你這樣整個這樣選喔 這樣不是OK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會過頭 或者選很慢 對不對不好選 我建議呢 一游標放一二 二的話記一下快速鍵 Ctrl Shift 向下 OK 這樣的話呢 相對於你剛剛的動作 快很多啦 而且比較精確 但是你要記個快速鍵 什麼呢 Ctrl Shift 向下 這樣的話他就幫我選到 這一欄的最下面 然後 第三個動作按Delete 計算 OK了 所以也是三個動作 好那我們來做一次喔 OK 錄製 所以喔 當然還有一個部分可能要講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講開發人員 那你要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這個開發人員喔不是預設的喔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最新的那個Office 365 好像就 把開發人員預設 OK 但是現在好像 Office的 2016、2019好像也沒有 所以你們可能要自己再把這個 開發人員打開 上面箭頭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記得喔在這邊把他打勾 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做一次喔 1 按錄製聚集 那我就是 先產生一個按鈕叫串接 串接手機號碼就對了 所以我們簡稱叫串接 好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就開始錄製了喔 1 1游標放這裡 12儲存格 2 游標放上面打勾 3 在那個儲存格的右下空點點兩下 好這樣的話完成了 那不要有多餘的動作 請你停止錄製 這樣子的話呢 聚集裡面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你可以執行他就會執行 那我們先把清除先做完好了 清除錄製 然後這邊是清除 OK 一樣喔彩排 剛剛的動作按確定 1 游標放12 2的話 Ctrl Shift向下 3 按Delete 好 完成 再來停止錄製 他別說要 一定要記得按停止錄製喔 好 OK了 所以你們錄製聚集應該 算是大功告成 剩下來的話呢 就是 執行看看 OK 那怎麼執行喔 我們按鈕還沒做沒關係 你可以在錄製聚集的左邊這邊有個聚集 找到串接 按下執行 有沒有看到 這邊要出現 沒錯 清除的話呢 你可以再按下 清除 執行 又清掉了 那只是說呢 當然啦 你想說 那我在這邊執行就好了 那不需要特別按鈕 沒關係 如果你 喜歡在這邊 你就在這邊執行 沒關係 只是說呢 為了就是方便啦 有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個按鈕 比較方便按 但是有的時候說真的 不是每個地方都一定要按按鈕啦 就是有的時候其實如果你不需要讓你 身邊的同事啦 老本知道說 你已經寫好了 你會贏這麼多功能的話 那沒關係你不要 不要讓別人知道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按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為了自己方便的話 你可以再從什麼地方呢 特別注意喔 從開發人員這四個字的 下方會有個插入 這個 那你點選它之後 它會跳出 有一個所謂的表單控制項 最上方有一個按鈕的東西 特別注意喔 是這個 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那你想說底下這邊是不是有個很像按鈕的 其實這兩個都是按鈕 只是說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比較複雜 所以我不推薦你用這個 兩個結果 都可以做按鈕 但是上面的比較簡單 OK 怎麼做喔 請你點選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好 第二個的話呢請你在 這個右邊空白處 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那至於按鈕的大小有你決定 比如說按右下 放開 這個時候它會跳出 這個讓你選取 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要幫你執行哪一支聚集啊 串接好了 順便請你把串接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按確定 為什麼需要複製呢 因為按鈕名稱它不會自動幫你把 Sub名稱放過來 所以變成我剛剛複製是為了要貼上 OK 好一個OK了那你再做第二個 一樣 插入 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然後呢 再點選一個大小 拖拉一下 然後清除 把它複製 再把名稱 變更成 清除兩個字 OK 這樣的話呢就大功告成 我們看一下 串接 也有啦 清除 也有啦 OK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那個 錄製聚集 的 兩個按鈕 OK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所以第一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錄製聚集先彩排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插入這個 兩個按鈕放在這邊 那當然呢最後如果說你想要知道你程式 到底寫了什麼 他應該是說 也是有幫你寫了什麼程式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從什麼 這個地方 找到編輯 這個 程式就跳出來 不過跟各位講喔其實按編輯喔 跟按一下Video Basic 是 一樣的結果 OK我按一下給大家 編輯 不過他這個畫面有時候會 會跑到後面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解析度關係 那你會發現喔按下他 跟按下他 怎麼一樣 這個聚集 編輯 其實他就跳了 跳到這邊來 可能因為解析度關係 跟按這邊是一樣的 那他一定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模組 所以呢 這個是他自己產生的 這個sub也是他自動產生的 這個sub也是自動產生的 所以其實你什麼都沒做 其實就做完了 那你需要知道的 就是他的程式就中間這一段 這個是 串接的程式 這一段的話呢 是清除的程式 喔 那只是說我建議啊你可以慢慢去觀察一下 到底他寫了什麼東西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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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